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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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解答 于是第二天就带着他去了这个冰线文物馆 当时文物专家派到这个水壶之后 真的是被惊呆了 专家说这绝对是一件非常珍贵的磁器 而且很可能是来自五代史国时期 之后陕西省文物专家就来到了冰线文物局 当时许多的文物专家开始建立这些水壶 其上面还特着精美的凤马 狮子和木丹 为此也被惊员为是三瓦湖 轻右提两到柱提湖 还有一件黑科技神奇约理 那就是能发转不了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水必须又从轻右提关到柱提湖的底部倒入 而且还不会漏水 任凭你如何发展 水就是不出来 这个原理就都是专家们感到无可思议的 之后研究了许久才有专家发现了 轻右提两到柱提湖 就是利用联通容器内液滅等高的物理原理 可是这连同容器内液滅等高的物理原理是 现代的高科技构思 为何千年铁的古人却能知道 这不得不令人泽泽成奇啊 好了 本期的节目期外都这就结束了 如果大家喜欢 记得评论 转发 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